拿出招牌撞球杆 行政院养素专长化身苏老师 介绍高雄捷运黄线规划 所以我也拜托王国财部长 让捷运黄线进全正一港 只是捷运盖的四通八达 若是遇到停电 一样会有停时风险 传出行政院讨论 希望把电力设施防护 提升到国安层级 工程会可能改制为国土安全组织 有望今年提案 凭明年挂牌 而这个组织还会下下两个单位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保安署 预计有三千警力派驻 国防部则拨派两千人 甚至还讨论到 征兵制恢复的话 可能还有1.5万人进驻 第二个则是安全管理署 用来监测基础设施 也会加入现行国土办的业务 无论是暂时或平时 国家重要基础设施 民生重要设施 确实有防备 而且加强的必要 至于现在所谓的怎么改造 这个并没有这次 偏偏此刻传出 军警可能接管保护基础设施 就被在野党质疑 像是警总复辟 国安学者接种更质疑 以前的中国武警 才有类似执掌范围 现在早已改制 难道政府认定 停电问题都是遭到蓄意破坏吗 如果真的牵扯到组织犯罪 应该从循序监察 源头管理 而如此大动作的 用警力系统来去叠床驾屋 原本的航空站 台铁高铁等 也都有相关的警力配置 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人力的浪费 以及难道真的是嫌 现在的警察还不够忙吗 不论暂时平时保护基础设施 当然重要 关键是中央对于停电的 真正原因视而不见 用再多人力管理 恐怕难党悠悠之口 华语新闻 郭思文 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請订队 威 apparatus 节目 小铛 介绍 都 订阅